先议员夏曼玛德能在5月22号上午的县政总质询中表示 蓝宇是观光资源文化产业丰富的地方县长要重视 夏曼玛德能质询建设处长蓝宇特定区的区域计划 是否有跟蓝宇的相亲说明 建设处长许瑞贵表示已开办过说明会搜集地方的意见 夏曼议员回应行政单位应该要做地方的桥梁要谦虚尊重民意 他指出过去因为很多行政程序的不当 造成蓝宇相亲的心理不平衡 就是说你很多的行政程序如果不当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几例反对的这个行动会出现 那我跟这个处长县长这边去诉说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种可能心理不平衡的这个心态会出现 就是我们讲的系列人还需要这个解定人 我不是喜欢谈历史 但是这个历史的包裹我们要了解它是怎么来的 现在为什么要反对 你早期的规划 我这边我也问过地称租处长 这个土地的利用这个部分 早期的时候 四十几年四十七年 这个退伍会去乘租三地保留地 那陈珠呢 我们那个时空被解 时空被解 当然不能反对 你反对 有人反对 但是枪杆子出政权 都动用军人 警总 就这样子 很大的一片 就被这个我们讲的退伍会 租下 一直到六十七年才撤退 这是第一个 所谓的不正义的做法 那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核费场 也是不正义的做法 第三个 是什么 国民住宅 那个应该是好的政绩 好的 对南宇 很好的 一个照顾 宋美丽 发起了 所谓的国民住宅 把地下屋改成国民住宅 不过呢 最后是海沙屋 后来又经过 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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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 这个 这个 驿住 每一幅 四十万 去修补 那修补呢 从中呢 行政单位可能没有注意到 也是辅导不周 便是烂件 这个很多的这个界线 都弄乱了 所以南宇乱的原因就是这三项 三个决策 所以现在他们的阴影 我们那时候还小孩子 现在很多 稍微读了 这个 这个 一点书 他了解 我小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现在很多你的政策要进入南宇 他不得不 表达 他本来是很沉默的民族 很憨厚的民族 但是他逼到角落 太平洋 巴斯海峡就在旁边 是这样来的 你要了解他们的心 要拉心 你不要说依法 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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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依法 他就有些 有些比较 比较罔顾的老人家 八九十岁的 也会问你啊 你中华美国还没过来 我这个地我再用的 夏曼议员对 蓝宇的文化是否与南岛文化接轨 表示关心 他建议把蓝宇 飞鱼记期间的节目 纳入南岛文化节的活动计划里 县府只要协助宣传 让南岛的文化凸显出来 而不是形式而已 原刑处 处长张其旭表示 已有把飞鱼记放入子计划里 与南岛文化节做连结 关于蓝宇核废料 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最终去处的议题 夏曼议员表示 虽然存放核废料并没有辐射的问题 但湘民心理上会不协调 也很无奈 县长黄建廷表示 如何永久性的迁移 目前是有些卡住了 但在确定之前 县府会协助台电 做好配套措施 不危害到蓝宇的民众 另外夏曼议员对于蓝宇开原港 改善工程的规划表示肯定 但希望建设处的脚步要加快 与湘民好好沟通 不要让这么好的规划徒劳无功 以上是5月22号上午 县议员夏曼马德能的 县政总咀询摘要报导 由刘一会整理